新冠肺炎病毒重创各行各业 二手车行业也不例外 今年4月份二手车的交车量只有区区306辆 但是在开斋节前4天 二手车的交易量就超过了4200辆 大马车业工会会长许宗文就指出 尽管行稳令影响汽车的销量 但是因为业者在这段期间 积极地通过互联网完成交易 再加上斋介月是二手车行的销售高峰期 所以销量回弹 他说如果银行能够批准贷款 疫情当前相信很多民众愿意购买二手车 多过承搭公共交通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行各业 自行管令在3月18号实行以来 二手车行业生意冷淡 但是在开斋节前4天 二手车商就卖出了4200辆车 这可说是行管令实行以来 业绩最好的一次 因为在4月份的时候 二手车商只卖了306辆车 可说是历来业绩最差的一次 新车的销量只有140亿辆 那二手车还有306辆的交车量 主要就是说当时交通部指定的二手车检测中心 50%没有开业 所以我们的同月虽然在3月份3月尾卖的汽车 一般上是4月初交车的或4月中 所以使到很多汽车不能够交接 所以有史以来这个历史是最低的一次了 大马车业工会会长许宗文表示 疫情当前人们都不愿贸然乘搭公共交通 大部分人都会考虑购买一辆二手车代步 他说只要银行不采取雨天收散的措施 人民还是倾向于买车代步 二手车呢买车的人是大有人在 未来是否还是会这么好我不懂 不过呢要是银行只要严谨 或者是银行不大愿意贷款的话 我们生意将会受很大的影响 马来西亚的这个新车也好 二手车也好 在二手车市场消费者看重车款的可靠性和耐用度 许宗文认为只有汽车性能还好 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些需要汽车的人将目光锁定在价钱相较低的二手车上的 NTV7周立真 霹雳采访报道